接下来带您看看台湾 最近可以说医护人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这个肺炎的重症患者呢 其实还有包括了中重症患者 持续在往上爬升 我们的医疗量能已经紧绷了 指挥中心要求负责病房护理的人力配置 要由各个医院自行来弹性调整 也就是说原本护病比由1比5 现在调整为医学中心的1比9 那么区域医院是调整为1比12 地区医院调整成1比15 但是这个调整让前线的医护炸锅了 因为血间段照顾的多半是长者 根本挤不出更多的时间了 现在护理师还有包括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爆发了离职潮 不管是打疫苗 还是执行病房照护 护理师在疫情期间忙翻天 无奈Omicron中重症患者越来越多 护病比开始失衡 对我们来说就是预库无类 我们大家里面恨不得确诊 也不想要再继续上班 因为这个照护的负担 对我们来说真的太大了 在台大医院的 是已经1比5变成1比8到1比9 明明房户做得滴水不漏 无奈还是染疫 直说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网络发起提案 希望确诊医护不被招回 设立医护旅馆提供资商辅导 目前超过2600人负益 要缓解压力 指挥中心研疫开放 照服员训练后来帮忙 专责病房人力配置 依照严重程度弹性调整 不过基层炸锅 他说你是1比5的话 你要要求1比5的这样的一个 专责病房的一个比例的话 你拿不到 卫福部的津贴发放 19号发出公文 户病比弹性调整 专责病房户病比由1比5 调整为医学中心1比9 区域医院1比12 地区医院1比15 相较去年Delta 现在医护压力倍增 因为中重症确诊族群 超过一半都是年长者 专责病房收治病人多为高龄 日常生活功能无法治理 失智症及血液透析的病人 我们除了执行 护理专业范畴的工作 还需要喂饭 擦澡翻身及换尿布 安抚及陪伴交照不安的病人 护理人员负荷的工作量 是平常的数倍以上 护理人员不幸遭染确诊 匡列隔离也造成人力消耗短缺 压力无法释放 恐怕掀起离职潮 最新数据 全国领友护理职照达30万人 登记职业18万人 医院职业率为59.7% 5月下降0.6个百分点 急性医疗的这些人 留在急性医疗照顾病人 那医院以外一些 社区筛检在 疫苗注射 或者一些关怀电话 这些不需要再 不要再来麻烦 这个医院的护理人力 公会抛建议 希望降低前线压力 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公文是暂时取消僵化规定 都还是要医院来试这个病人 收治的疾病严重度 以及这个照护的负荷 来做弹性的安排 那原则的上限 是不可以超过我们医疗机构 设置标准 第十二条之一 有关 护病比的规定 所以大家在网路上写到的说 什么有 恢复或比照到 这个不管是一比九 一比十二 一比十五这个部分 这个是一个天花板 这是一个上限 并不是说这个公文 要求医院全部都要去做调整 日渐升高的重重症确诊者 多半是六十岁以上长者 照护时间必定拉长 护病比改变 就怕医护身心灵跟着失衡